给大家一款特别好吃的烧饼 做法简单 比哈尔滨饼店卖的还要好吃 轻轻一捏就掉渣 用来摆摊都没有问题 首先准备330克温水 加5克的酵母化开 在500克的面粉里 加一勺白糖促进发酵 用化好的酵母水来和面 搅到没有干面粉时 下手揉成面团 由于这个面团的含水量比较大 所以揉的时候会粘手 我们给它先饧面3分钟 3分钟后再来揉面 我们可以在揉面之前 在手上蘸点水 这样揉面的时候就不会粘手了 而且轻松几下 就可以把面团揉光滑 揉好以后 密封饧面一个小时 具体的时间 我们要根据你家的温度而定 接下来准备100克的面粉 倒入80克热油 搅拌均匀 做成浓稠一点的油酥备用 再准备两块洗干净的鸡腥肉 把每块鸡腥肉都用刀 片成散片 然后螺在一起 顺着纹理切条 再切成小丁 切好后进行腌制 加适量的胡椒粉 一勺二粮腌料 一勺生抽 一勺老抽 一勺蚝油 再来一勺淀粉 抓匀腌制20分钟入味 腌制好以后进行炒制 油热后下入洋葱 小火炒焦炒出香味 然后下入腌制好的鸡丁 用中小火把鸡丁炒熟 炒熟以后盛出放凉备用 时间到面已经发好了 大家可以看到有很多的蜂窝状 在面板上多撒些面粉防粘 然后取出发好的面团 把面团多揉一揉拍拍器 然后在面板和面团上 再撒一些面粉 擀成一个长方形的面饼 擀的时候 我们要随擀随添加面粉 防止底部粘在面板上 擀好以后涂抹上油酥 然后从一边卷起 再把边缘处整理一下 撑长 然后分成9-10个等分面积 再把每个面积的两头 捏合盐式防止漏油酥 两头向中间捏盐 整理成馒头形 封口处朝上擀成饼坯 擀好以后放上之前炒好的馅 用收拢法把馅包上 封口处捏盐 然后正反两面各擀一遍 这样一个饼坯就做好了 接下来进行烙制 热锅凉油 油热以后下入最先包好的生坯 盖上盖子 用中小火烙2分钟左右 时间到我们翻面 再盖上盖子 烙2分钟 两面都烙到这种金黄色时 即可出锅 这样我们的烧饼就做好了 这样做的烧饼里面可以包糖 包肉 还可以包豆沙 喜欢吃什么都可以在里面包上 外皮酥脆掉渣 里面蓬松暄软 出摊卖2元一个 不算贵吧 喜欢的朋友可以点赞收藏起来哦 我们下期再见 谢谢大家的关注